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飓风期间被洪水毁坏 现在企业号被移到了 无畏号盲目的飞行甲板上进行展示 新的支撑结构用钢铸成 可以承受三级飓风 除了企业号航天飞船之外 新的展馆还将展示 前苏联的联盟号太空舱 企业号是美国航天飞船计划中的 第一架原型机 一直被用来进行重返地球测试 但从未进入过太空 美国航天飞机在上世纪70年代诞生 由3500多个分系统 250多万个部件组成 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明最先进最复杂 功能最齐全的航空器 市长参选人刘纯毅 今天上午拜访法拉盛福寿老人中心 感谢其老门的支持 并为他竞选联署签名 他的连署签名远远超过3750个的基本要求 还有62天就是民主党初选的日子 他也呼吁民主党选民在初选中投票给他 带着一贯的笑容和从容的神态 市长参选人刘纯毅10号来到了法拉盛福寿老人中心 向上百位社区齐老致敬 争取支持 受到福寿老人中心主任王冷及众多会员齐老的热烈欢迎 老人中心主任王冷指出 刘纯毅的竞选行程很忙 但人会抽空到老人中心向齐老门表达关切 他也呼吁齐老门在初选日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刘纯毅 出席言识还包括多位法拉盛社区领袖 庄振辉 孟纯仁及张永良等人 并分别以不同的方言向齐老门败票争取支持 刘纯毅以夹杂台语普通话及英语方式向齐老门问好 也引起了在场齐老的一阵阵笑声 刘纯毅感谢齐老的支持 并为他竞选联署签名 他的签名目前已经远远超过3750个基本要求 还有62天就是民主党出选的日子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强调不会放过任何一票 当被问到 对于前州长斯宾赛参选他的市主机长职位时的看法时 刘纯毅也对此表示乐观启程 随后刘纯毅也一一与其老门握手寒暄 由于正值午餐时间 清老门正排队领餐 刘纯毅也玩起衣袖亲自为大家剩饭 有长者打趣说要刘纯毅当上市长后再来为长者打饭 立即有人在旁表示 吃了刘纯毅打的饭就得要投他一票了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采访报道 美华防癌协会董事长方丽娜 继数年前获得爱丽丝岛 劫出移民奖后 今年再度获得由美国癌症协会颁发的圣乔治勋章殊荣 美华防癌协会今天举行记者会 宣布这个好消息 会长杨明德对方丽娜给予高度肯定 美华防癌协会会长杨明德10号在记者会中表示 美国防癌协会每年都会从全国筛选出庶名 结出义工 颁与盛乔治勋章奖 感谢与肯定他们多年在社区无私的付出 获得提名的义工 必须连续6年以上 以领导者的角色代表美国癌症协会 带领其他义工 获展社区上的服务范围与影响力 迈向协会的使命目标 持续参与协会的服务 这次开会的董事长方丽娜 为全国获奖的27位杰出义工之一 而且是唯一的获奖亚裔义工 实至名归 她也感谢方丽娜长达12年 对癌症关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 方丽娜对于自己的获奖表示意外 并谦虚地表示 这个奖是属于美华防癌协会 所有的成员及义工 她也呼吁社区各界要支持防癌协会 今天做义工很重要 我是觉得在美华防癌协会做工 特别在市区里面 好好出来做 我们很需要很多义工 据了解方丽娜是美华防癌协会 过去20年内第三位获得 圣乔治勋章奖的华人 美国防癌协会也将在今年12月初 为获奖的义工颁发表扬状 华语电视机者阳展天 纽约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中国画家陆梅 在洛杉矶西来寺佛光园美术馆 举行了禅月墨园 禅画展开幕剪彩盛况空前 由希莱斯住持惠东法师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代表 周众议员周本利代表 阿罕布拉市市长沈石康 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美国书画学院代表等 共同剪彩 画展的展期到8月25号 陆梅的画作以禅为主题 希望民众从赏画的过程当中 领悟到禅的大爱 心无牵挂才能够更加的快乐 在画展结束以后 希莱斯将选择两幅 作为永久收藏 我想这次我非常感谢希莱斯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所 能够来办一个禅画的画展 我本人在国内是搞设计的 搞园林建筑规划这类设计的 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修养 我想应该是更多方面的一种修养 那么其中我选择了禅画 我觉得用禅画可以更加的让自己 从大智慧当中得到一种大欢喜 那么这次有幸来到咱们美国 我想也是和我们美国的文化界 大家很好地做一个交流 画家陆梅本身是城市设计专家 在中国打造了许多筷制人口的大型专案 对于人文风情融入建筑造景 是他的设计风格 此外他也擅长中西画作和雕塑 这次在西来寺所展出的作品 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印 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 所有的画作以淡泊之心 表现人物灵动 潇洒 天真 淳朴的神韵 他认为禅画不拘任何题材 不拘任何方式 只求把握住生生不息的禅心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禅月墨园禅画展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